大家好 川普内阁这个星期的人事地震蛮大的 有人来也有人走 走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因为他早先和 俄国驻美大使通电话 讨论了对俄国制裁的问题 但是他事后又没有把这个谈话内容完整报告给白宫 这事被人曝光出来 然后他就因此辞职了 这个星期也有重要的内阁成员加入 这些新加入的人会对川普的 未来对华政策的形成起到关键的作用 其中一个就是2月13号参议院表决通过的新的财长人选 就是前银行家努钦 另一个等待参议院批准的关键人物是商务部长候选人罗斯 这个努钦他对政府操纵汇率一直持很激烈的批评态度 早先他在参加参议院的听证会上 就说这个政府操纵汇率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严重违规 而且他后来在书面回答议员提问的时候说他正在考虑 审核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问题 川普本人的语气态度也有高度的不可琢磨性 他在和习近平通电话以后 他对中国大陆的语气上已经大为缓和了 但是他在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 又说对于中国让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问题 在这个汇率问题上 会有比很多人 预料的要快的变化发生 中美会处在一个 公平竞争的场地上 暗示他在这个汇率问题上 很快就会有 有所动作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川普过去一直抱怨的是 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贬值 让出口商品取得竞争优势 因为贬值有利于出口嘛 可是现在 中共政府害怕的就是人民币贬值 他每个月都在消耗外汇储备来拖人民币汇率 因为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会导致资本外流 外流到一定程度就会戳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一破裂那么被房地产套牢的 中国银行体系就会陷入灾难 所以这几个环节它是连在一起的 汇率 资本外流 资产泡沫和银行风险 那关于这几个环节之间怎么互动 它的因果关系 网上有很多文章做科普 那咱们这就不 再多花时间解释了 那朋友们有兴趣在网上搜一搜就可以查得到 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是 似乎美国和中国大陆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已经没有分歧了 利益已经一致了 川普反对的是人民币贬值 而不是升值 中国央行现在反复喊的也是人无贬机 就是人民币没有进一步贬值的基础 那么 川普和北京应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握手言和了 从当前这个形式看似乎是这样 汇率它已经不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了 咱们一些旅居海外的 在经济问题上 学养相当深厚的学者 也是持这种看法 像小农先生 清莲女士 可是为什么 现在川普和新上任的财长 又在拿人民币汇率来说事了呢 而且看起来还很认真 首先声明啊 我在汇率金融问题上的知识 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们讲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思维 就是得从另一方面来看 是不是 今天北京不让人民币贬值 反而想让人民币升值了 那么和川普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呢 我们得提出这个问题 那在我看来显然问题没那么简单 这就要看川普所谋为何 川普现在提出一个关键字 叫做公平竞争的场地 当然他要减少贸易逆差 让账面这个赤字变小 这是他一个很现实的目标 这没有问题 可是川普在这里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要维护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 就算中国现在抬升人民币了 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和川普的利益有了一致性 但是别忘了 他仍然是政府在直接操纵汇率 就是只要你这个政府之手在直接起作用 只要是你这个政府之手在直接起作用 那么未来某一个时间点上 你仍然可能做出伤害美国利益的行为 所以说在规则这个层面上 在怎么玩这个游戏的理解上 川普和习近平的分歧 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几个星期前 白宫发言人在南海问题上强硬表态 国内就有学者说川普恐怕又在打南海牌 就是把南海像台湾一样当作一张牌来打 借在南海问题上施压 当作经贸谈判的筹码 我1月25号那天录了一集视频里面就说 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 南海 不适合经贸问题挂钩的 它是和经贸问题并列的另一个问题 因为在南海这个事情上 川普没有可以拿来交易的东西 不可能说中国大陆在经贸问题上让步了 川普就可以放弃美国秉持了100多年的自由通行原则 也不可能就放弃了对盟友的承诺 这样会导致整个规则体系的瓦解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卡尔文森号航母又要去南海了 所以在这里 问题的实质 冲突的实质 是规则 而在汇率问题上最根本的冲突 也是 对规则的理解 就是不仅仅是停留在北京 你现在让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的问题 只要你仍然在操纵汇率 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了从现实层面来讲 现在由于中国不是在让人民币贬值 是想让它保值升值 所以这种内在的分歧 它至少看起来 它不那么紧迫 冲突也不那么尖锐了 但是我认为呢 现在还是有比较大的概率 就是一半一半吧 在今年4月底 财政部给 国会的报告当中 甚至在此之前 川普政府 还是会把 中国 定为汇率操纵国 我觉得大概有一半一半这样的机会 但是处理手段上 它会 保持相当大的弹性 它不一定马上针对中国大陆就做什么 而是留着汇率操纵国这个标签 一直保持着 它认为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制裁的这种压力 换句话说 把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 它并不是一种宣战的行为 而是提高战备级别的行为 是一种进入临战状态的行为 保持这种压力 敦促 中国大陆方面做更长远的汇率改革 当然它也可能会采取一些制裁反制措施了 总之由于川普这个人是个政治素人 而且他也有急性发挥的一些特点 这让他的行为看起来跳跃性比较大 有点不可琢磨不可预期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想我们渐渐也可以摸索出他的mindset 就是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什么 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